后来高考的时候 我想报考三位大学的数学系 他 他就强迫带我去德国 见了一个人 你老爷 老爷 只不过是在情分评论 我老爷去了德国之后 确实获得了更好的学术环境 只是 出于对于妻子 还有女儿的愧疚 没过多久他就被确诊了 精神疾病 更糟糕的是 我妈认为我可能会遗传 我老爷这种记忆 检查结果证实了他的弹药 我妈认为 深度学习数学会诱发我的证明 他不让我学 但是我想学 那个时候我们经常闹矛盾 经常争吵 直到我真的被缺诊了 清闻的精神疾病 所以我就开始打拳 用运动配合专业的质量 我来康复了 但是我只能听我妈的话 继续留在德国 学了一个跟数学毫无关系的专业 所以你医生不空的 就跑车的我 也不联系我 是因为这件事情 我是一个病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对不起 你那天说我俩不合适也是因为这件事 没事 你看着我 我不在乎这些 我喜欢你 跟你学不学数学 跟你有没有生命没有任何关系 可是我的病随时有复发的可能 你都战胜过他一次了 我相信你 可是希希 我觉得我好像又病了 你怎么了 我发现了一些东西 然后我认为我爸还活着 你说我是不是疯了 什么意思 你是个PR